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个观念 其实在八字里面 有很多人在学八字的时候 总是会朗朗上口一些东西 就是 士库 士长生 士政 他总是把这一些东西 怎样 当作是有特殊的一种 志 可是在实际上 例如常常讲 你八字士政多 你的桃花就多 你八字士库的话 你可能就有财库 士长生又会怎么样 可是实际上 各位 在真正的批命的这一种现象里面 这些东西几乎都是怎样 没有发生的 都很多都是没有发生的 而是 在五行派 来讲的话 这些字其实 他都是处于一种 跟别的字一样 他没有特殊的意义 因为他还是回归到什么 五行流通这一块 他还是回归到五行流通 他是以十神为主要的论断法 然后透过五行的流通去看一下 这个十神的一种增减状况 也就是五行的增减状况 所以其实他们并没有代表任何的特殊现象 你不要说我的士政很旺 这样一来 我的桃花就很旺 其实没有这一回事 同样的道理 我的八字里面士长生 很多 所以我会怎么样 在我的八字里面 我士库很旺 又会怎样 其实这基本上 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他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 在这一些情况下 我并 我们五行派来讲 不会把这些字 给他一个特别的意义 而都是 回归到五行流通 因为五行派他跟别派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的操作非常非常的实 他的规则定的非常非常实 所以他在规则很实的情况下 他这一些东西他一干 他都是不看的 他竟然不看这一些东西的时候 就表示说 你不能把这一些东西的意义 把他丢进去 所以 五行派 假如都是学五行派 而且是正确的一种情况下 他 大家的批命 就是说同一个八字批出来 大家都会一样 都是一样的五行排列 既然是一样的五行排列 接下来就是看 个人对八字的一种体悟 而去判断说 他到底会出什么事 但是基本上只要五行流通是正确的 那基本的运程 那是一定会对的 基本运程 破财 破官 破印 破笔尖 破十伤 这一些基本上不会错 那只是说 你对八字的一个体认 你可能破财 你会讲的比那一些 比较没有体认的 要稍微的更深入 稍微的更深入 所以各位 在五行派来讲的话 他就是一个 以五行流通为主要的依据 而不要再加入其他的 所谓的条件 嗜库、嗜政、嗜长生 他不看这一种 所以 他要问财运 他就是直接找财运 然后看五行流通的状况 他要问官运 就是直接找官运 看五行流通的一种状况 当然有的时候会没有财运 没有财运的时候 他要问财运 就以食伤来代替 没有官运的 他可能 女生他问桃花 结果他没有官运 他就是以财心来代替 但是这一些代替的一个状况 毕竟他不是主角 他只能够 他最多只能够到谈恋爱 会不会结婚 还是要等到男生财心出现 女生官心出现 看这一颗 主角他到底是被生的 还是被克的 只要出现是更烂的 基本上就不要出现 所以在五行派来讲 他是一种五行生克的一种论点 他是一种五行生克的一种论点 而他用的这一些东西 天罕五合、地支六合 再来就是五行生克 他没有在更多的东西加在里面 也就是说 他不会再把额外的这一种的意义 附加到里面 夫妻宫 什么宫 这一些他都 他是可以运用 可是他不是他批命的主轴 他不是批命的主轴 所以当你去了解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五行派他其实是一个规则很实 也就是说他只有一套规则在批命 而这一套规则之下 同样的八字 他就会批出同样的东西 所以他就会 把传统学里面在批八字的时候 同样的八字 结果大家各说各话的这一种情况 他会解决掉 他会解决掉 所以在学五行派来讲的话 他那个批命的规则一定要非常熟练 因为他是以批命规则下去走的 也就是说你批命规则 你只要稍微的不是很清楚 你批出来的东西就会不一样 所以这也就是很多人 自认为他懂五行派 很多人就觉得就五行升课而已 那还有什么 可是他在批命的时候 是完全不照规则在走的 所以批出来的东西 完完全全不一样 这也就是我的学生 每一个批出来的时候 总是觉得自信满满 结果老是 怎样 被打枪 老是被打枪 原因就是在于没有按照规则走 不了解规则的意义 所以 批出了自己认为的五行派 而这一种东西 在一般的网友身上也会出现 但是很抱歉 我不会跟一般人在讨论八字 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在跟人家讨论八字 并不是说 你不是说为了要赚钱 不是 因为我在学八字的过程当中 五行派并没有这一派 他是在无意中 我们去找到说 私印居士 他们有这一种 这一种的批法 但是 这一种批法在他们的 那个书里面 还不是很完整 所以他们的书里面还都是有身强身弱的 这一种的特点 还没完全分离 那时候 我们想要把他跟传统学派区分的时候 各位就是要靠自己 所以我在学八字的一个过程当中 是没有在跟人家讨论的 也没有人可以讨论 因为我要把五行派 把他整个脱离掉 叫传统学派 所以你在五行派里面是完全看不到 传统学派的影子 什么身强身弱格局这些完全都不套用 他就是天干管天干地支管地支 两者互相干 直接看五行生克多变少就好 少变多就会不好 多变少就不好 然后少变多就不好 日主授克编导看 他就是这几个规则而已 他就是这几样规则 各位在这几样规则的时候 他是可以批到刘月的 甚至你假如再更深入的话 他可以批到刘日 这一些东西 各位他的理论架构 就是当时候没有老师的情况下 我只有这一些 似是而非的这一种的 概论 因为毕竟来讲 这一些 市盈居士还有胡一鸣 他们都还是处于说 他还要用身强身弱来帮忙的时候 他们的还在处于一个 就是一个过渡期的时候 我要硬要把他扯开的时候 那只有靠我自己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学八字 就是靠我自己而已 这也就是你来问我 我不会回答你 学生来问我 我也不会直接给他答案 为什么 因为要自己找答案 我只会跟他讲规则第几条 请他自己找出来 请他自己找出来 所以学八字 请你们要自己去思考 不是用嘴巴问 太多人犯了这个错误 所以学了十几年 还在 迷迷糊糊的 所以说在这一边跟各位 强调这一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